逃亡这23天呢 李宗睿是躲藏在陈美兰的老家 陈美兰到底在哪里 她何许人也呢 那么今天各个媒体呢 对她进行了深入的追踪报道 她的老家在彰化 那么是京城中学毕业 也是学校校友会的现任副秘书长 在嫁给工厂小开之后离婚 回到了娘家 她选过里长但是落选 那么现在呢 因为李宗睿变成了火线人物 今天记者找到了她的父亲 她听到女儿藏匿李宗睿的事情 非常愤怒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这名打扮贵妻的妇人 就是涉嫌藏匿李宗睿的陈美兰 身为京城中学的校友 陈美兰更是现任校友会的副秘书长 自首后由警方带队 打高铁到北检证讯 这几天怎么 结果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面对记者的追问 陈美兰始终沉默 不过外套微微掉下来 陈美兰紧张的喘了好几口气 三号三号 47岁的陈美兰老家就在彰化 父亲还住在这栋老旧平房里 一听到记者询问 女儿藏匿李宗睿的事情 陈爸爸气得大妈 听得出来陈爸爸对陈美兰窝藏李宗睿的事 惊讶又生气 47岁的陈美兰爸爸开工厂生意失败 母亲领地受路护 残障手册 身为大姐的陈美兰 后来嫁给工厂小开 婆家生活富裕 但离婚之后回娘家 95年还选过竹中里里长 但低票落选 民居表示陈美兰家生活并不宽裕 陈美兰嫁出去之后也很少回来 但每次回来都是开名车 让人怀疑是否因为前夫家 进而认识李佳人 47岁的陈美兰 藏匿相差20几岁的李宗睿 陈美兰和李佳人的关系 令人怀疑有特殊交情 中文学院以往一朝周围的 SNG小组张华采访报道